你们的小孩都在家吗 在家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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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个啊 有少年 我两个 两个啊 离过年到二十天了 今年全家人约定好的团圆 却渐行渐远 李维越发想念自己的两个孩子 每次我回去 母妹都会挨抬你 每次都是这样的 过来挨抬你 妈妈妈回来了 这种场景真的很深刻 儿子这两年才感觉到 他对我们离开 好像有点不舍得 在门口 搬着客人上车 他就在门口 在门口站着看你 他说不出声 我说进去吧 我们走 他也不走 他就死亡着你 哎呀不说了 早上 李维忽然得到一个消息 针对外来工 因为工作无法回家过年的情况 紫南村委会将会联合企业一起为达到一定工作年限 且夫妻两人都在紫南村打工的优秀外来工 免费接送他们的孩子 来自南村管研 李维和卢德胜符合这一条件 这一条件 大 chose 叫什么 怎么 传逐人的 老娘 还有一个 一件 是 人的 像你端过吗 啊 小猫 娘 老娘 你像你端过了 老子 老子 老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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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多久未见到自己爸爸妈妈了 应该好久了 大概几天 大概几年了 就是每到过年的时候 他就回来了 我差不多也是 我已经去广东了 你们觉得开心吗 不开心的 我有一个更 更开心的想法 就是从暑假喊叫 出发的时间越来越近 小丽的心情明朗了起来 我都忘了 我还有这条裤子 我大给我找出来的 有些爸爸满的 有些妈妈满的 兄妹俩就要去佛山找父母了 奶奶开始帮美玲收拾行业 看着孙女期待的模样 奶奶也想念自己的小儿子 罗德胜了 我不能去 要照顾那个 他妈妈去乔市住 有时三夜半 上到十点钟 奶奶有包括卢德胜在内的六个孩子 十几个孙子 孩子们大多在外地打工 在家照顾孙子的重任 以及几百多公里的山水阻隔 让奶奶们有机会走出这个小镇 与亲人们团聚 后天将是两个孩子董事以来 第一次来佛山 黎薇要为此做一些特殊的准备 我想学我儿子的名字在上面 说他多少岁生日的 可以吗 可以啊 这么多年都没有和他过过生日 当然要点个蛋糕和一下 这次一家团圆 我们爸爸妈妈都和他一起过 孩子们即将到来 作为一家制住的卢德胜 既新奇又有点措手不及 现在他首先要解决的问题 是如何在只有十平米的出租屋里 安顿一家人 选择床的大小 除了要根据房间的尺寸 还要考虑到孩子们的身高 黎薇去年回家过年时 小丽的身高有一米四 一年过去了 要买多大的床呢 买种鱼就这样 农的种鱼就没有了 农的种鱼就没有了 你放什么加水 放农的农的水啦 放农的水啦 干嘛 放啊 水的 这样多吗 这样也没有一个多 你都要买半 买半也得得 有啊 买半也得得 今年买半也不止了 我们过多斤了 过多斤就没了 看一袋又有水 你屋下的呢 顽端的眼睛 呀 顽端的眼睛 数顽端的眼睛 是啊 短多分间短水 在这个国道207线这个管系无周段 这条道路呢又恰恰是这个摩托大军呢 从广东进入广西之后 有80%以上的车呢 是要从这里经过 把回到自己老家的 早上 紫南村委会的工作人员邱静怡 启程了 紫南村距离卢德胜的老家 广西玉林市兴叶县高峰镇 有450公里 开车单程需要六个小时 去年卢德胜夫妇和许多在佛山打工的 广西同乡骑着摩托车回家过年 今年他们可以不再承受路途上的艰辛 在家等待着孩子们过来 不然发生这个交通事 他开什么车了 你好 你好 我是老婆 妈妈那边请问回家 我的工作人员 我挺有定义 这个颜色好看吗 喜欢男生吗 喜欢啊 你猜猜 你猜猜 汽车啊 汽车你喜欢汽车啊 谢谢阿姨 好乖哦 看着马上就要去佛山和父母团聚的孙子孙女 奶奶再也坐不住了 那你要我 我可以去吗 可以啊 可以啊 是啊 可以 你想去佛山啊 是啊 奶奶忽然提出想跟着孙子一起去佛山 路途遥远 老人年岁已高 秋静怡马上给李薇打了电话 李薇答应了 然而这一去要十多天时间 奶奶又有些放心不下家里的另一个孙子 和其他的家务室了 相比一上车就昏昏欲睡的孩子们 奶奶却一直望着窗外 眼前的景色对他来说都是陌生的 这是他人生第一次离开广西玉林 得知家人已经出发 卢德胜和黎薇可以安心地准备晚上的团圆饭了 一双儿女生活在广西 几乎没有机会吃到父母做的菜 夫妻俩寻思良久 决定买一条老家很少能吃到的桂花鱼 生活在两广地区的人 鱼是家中不可缺少的食材 但贵花鱼 价格昂贵 黎薇也是第一次买 卢德胜和妻子 一个月工资加起来有一万块钱 每个月大部分都要寄回广西 供一家老小的开销 他们自己在佛山的生活相当节俭 サンク 最后所把有了 就是 四下次再听见 搞定又让了 continues 轻弱 商人 就是 三轻 另一轻 我又 leopard 嗯? 饭怎么饭 哎呀,到来了,到来了 哎呀,怎么会啊? 来了,来了 哎呀,来呀,来呀 来,凉了,来了,怎么吃 哎呀,吃过吗? 吃过吗? 吃过吗? 你还要够好吗? 都没摸到这里 好,都没摸到这里 都没摸到这里 都没摸到这里 好,要不要摸到这里 你还要摸到这里 好,要摸到这里 好,要摸到这里 一百分,谁画的这个啊? 好,一个啦 端元,乘四关 我还要讲呢 要热啦 要一百分哦 嗯 对于小莉来说 获得父母的当面肯定 是这次跨省旅程中 最重要的收获之一 嗯 奶奶都要 哦,要不要 杨 什么字,读一下 来 早睡 你是不是久睡啊 那我今天要睡你了 好嘞 好嘞 嗯 那老天,你一定摸个女朋友呢 我希望我们一家的 可以每天一起吃饭 好 一二三 他还没灭哦 哇 没灭啦 哎 救命啊 把客人压扁了 在中间 好嘞 印尼密西日 说的 就是团结就是力量 对于我们打工者来说 就是团圆才是力量 就是每次团圆了之后 就好像充满了电 才有动力去赚钱 开口 发开项 得不错 还不忍 出品 开口 开口 开口